黄后区是纽约五区中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3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纽约市确诊的26,697个病例中 黄后区占了32% 有8,529个确诊病例 而全市的疫情中心正是位于黄后区的埃姆赫斯特医院 现在已经到这个医院了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的警车 也有很多媒体 这个是排队的人 安姆赫斯特医院门前 等候新冠检测的民众都佩戴了口罩 并保持着两米以上的间距 这个白色的帐篷就是检测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原以为免下车新冠测试点一定会有排队的车辆 没想到这个位于小型购物广场一角的测试点会如此安静 三分钟之后 一位女士驾车前来进行检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避免交叉感染 长老会医院华护区分院也在门前搭上了白色的帐篷 用以接待前来进行新冠检测的民众 当我到达医院时 帐篷外没有等候检测的民众 在我的探访过程中 这三家医疗机构等待新冠检测的人员远比我想象的少 或许这是个好的迹象 作为个体 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减少外出 尽量做好防护 为有需要的重症患者节省医疗资源